肯定是远胜对抗 黄明智这些歌 所以我说这个会发生的 好了 刚才我们说到李家超行政漢像 跟中美关系 台湾问题 刚刚 我不知道香港传媒有没有播出这个新闻 就是在CNN的一个叫Town Hall的节目里面 就是有现场观众的 美国总统拜登上去在CNN的Town Hall CNN的Town Hall这个新闻直播的一个讨论会 有观众提问 观众提问就是说如果台湾受到军事威胁 究竟美国会怎样呢 就是一个观众的提问 然后呢 他先说了一轮废话 接着主持人就再问他 而他回答Yes 他问他美国 他最初没有回答的 主持人再问他美国会不会保卫台湾 如果中共攻击台湾的时候 最终他的回答是会的 我们承诺了是要这样做的 他一开始他的说法是怎样呢 他就说大家不会担心华府的军事势力 因为中俄和全世界其他地方都知道 我们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接着他回答现场的观众 他说如果你们真的得担心的 就是他们会不会从事 让自己可能犯下大错的活动 他也强调他不担心中方会蓄意 去进行军事冲突 但是他担心冲突 会造成一个意外的升级 那说了一轮 主持人问他 如果台湾受到攻击 那会怎样呢 他就改变了台湾的所谓的模糊战略 1972年之后 这个就是美国和中共的共识 就是对台湾问题 就是采取一种模糊战略 就是关于会不会武力协防台湾 就是他不清楚表态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 就是这个模糊战略 那在 如果你看回刚刚这一期的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的封面故事 就是The New Cold War 新冷战 拜登其实是在说这件事 他说我们不会发动这个冷战 绝对不会 但是会有意外冲突的机会 所以会武力协防台湾 整个它的理解就是这样 那他虽然很多人说他老人痴呆 但是我看回整个CNN的视频 我特意去看那个视频 其实大家上去找到的 就是这个在Twitter也有的 叫townhall.com 就是CNN的节目 那个Twitter Exactly.com 就是有这段视频 就是那个节目里面的 一个来自Loyola University的学生 去问他 就是问他这个台湾问题 他那他的答法呢 他是有上文有下理的 他不是说呆了一轮 然后给主持人Connor 那时候他就 Yes, yes,不是这样的 他有上文下理的话 就是说这个 模糊政策会放弃了 这个在Antony Blakham 其实之前已经讲过的 我记得 就是那时候没做国务卿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Foreign Affairs 这个讨论会 研讨会里面 就是说这个 美国是否应该 放弃基辛格时代 有没有互战 今天就要看中方的 赵立坚 和华春莹那些出来 如何说 这个事实上就是 要跨过总共的红线 有没有报呢 我不知道 有没有报呢 我看广台的新闻 他是有报的 他的报法 他就是说 外交部回应 拜登保卫台湾言论 促美方謹言慎行 那 拜登表示 美国将会保卫台湾 指美国对之后承论 但是白宫 其后澄清 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湾的政策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土 没有报告的部分 台湾问题是属外来政 不容许外来干涉 接触中国主角领土 完整 禁止了 禁止了 停止了 好了不用读了 再读就是人识机 我们的收视率不断下降 在读的时候 那不会 你当我们读的是 卖股票的时候 那段金口令声明 这样 这件事情 我想有很多网友 会问 就是说 其后 白宫又澄清了 又说没有变道 拜登又说错了 这件事情 可能有听我们做节目 我们之前有几集都提过 应该放弃这个模糊战略 Anthony和我们做了节目这么久 这个Anthony 和那个Anthony 应该有些相通之处 一个城寨国务卿 一个美国国务卿 你是大总统 白宫也有听我们的节目 是吗 所以 我觉得 这类town hall meeting 拜登 坦白说 他 presentation 从来在这些地方 他都不聪明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人 他很喜欢长篇大论 所以 其实他想 拌牌了一个setting 然后 才说 结论出来 但每一次 很多时候 访问 由他副总统年代 开始就是这样 因为 时间短 所以 通常主持人 打断他 就立刻说 你不要这样说 你立刻说个结论 好吗 所以 所以 最后 很快就说 一句结论出来 所以 你问我的话 其实我觉得 这件事 是 预视着 转变的 虽然口头 只刻出了一张声明 就说 我们 一直以来 都没有改变过 但是没有改变过 这件事 其实是有很大全息的空间 没有改变过 就是当初通过 这个台湾关系法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改变过 就是说 如果 就是台湾一旦 受到攻击的时候 那时候 都说要维持 两岸维持现状 两岸维持现状 用任何方法维持现状 是否包括这个 武力的手段 这件事 由当年金门炮战开始的时候 美国佬已经有介入过 有空无事 这个台海危机 当然1996年的时候 美国又是有航空母艦 也是使过台湾海峡 这个也是维持现状 这个政策也没有改变过 而近期 你看到 我很同意 无论是世责卿提过 或者我们曹总也提过一件事 就是说 至少在台湾这一块上面 大家有时候关心侧乱 我们很关注美国对香港的态度 但其实我们看回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台湾的民意 由当初质疑 拜登甚至民主党的政府 是不是会卖了台湾走 到现在 是已经 国民党想再操作 尤其是阿富汗事件 之后想再操作 说美国佬随时都会走路 你不要指望台湾 因为在台湾的民意 在舆论上已经没有市场了 第一 美国的军机 运输机 已经降落了重山机场 混疫苗 第二 也都 高级的特使 跟着的运输机 去和蔡英文 谈谈 第三 也都已经证实了 或者在报道上 美国官方也没有否认过 就是说有军事顧问 住在台湾那里 所以这几样东西 其实在台湾的民意上 很清楚意识得到 美国 就算他们觉得 当他们自己的旗子也好 但在台湾上 美国也是以保卫台湾 至少维持现状的情况之下 而是会决心采取行动的 所以 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看清楚 究竟 正如美国官方所说 是否中方会不会有误判 我说得这么清楚的原因 就是 拜登还有左交的特质是有的 他仍然想说清楚 给你听 希望你 习近平 不要误判 这件事 我觉得是他左交的地方 或者他觉得他仍然是天真的地方 但实际上 我们做了这么久的节目都知道 误判 不是 是习近平时光机 是吧 到最后 大家都会看到局面 刚才说完这个伟大民族復兴论 这个国家统一 就是因为要民族復兴的时候 所以至少 在整个论述上面 建党百年 这个集帝永族的论述上面 至少一定要明都明昌 在讲明的话 就是统一台湾 在五年里面是一个日程 或者某程度上 是有些预示性 在五年里面要做一些动作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估计 如果你不出到论述的话 我觉得 习总觉得 那个理论基础 他觉得没有 一定要讲大一点 我觉得 拜登 跟布林肯的说法 其实在半年前 已经很清楚了 他就要 落下一个框架 我不觉得拜登是亂说的 这个所谓模糊战略 根本一早已经放弃了 他当时照顾中共的面子 美方就不公开说 会武力协防台湾 如果不是《华尔加日报》 所报道的 美国军事顾问 在美国在台协会里面的 军事顾问是怎么来的呢 是指挥指导 譬如很简单 你去那些外国者导弹的报防 那你也有军事顾问在指导 那不就怎么用 那这些导弹拦截网 如果是属于整个 第一岛链的拦截网 你不只是理台湾 日本呢 南韩的沙德呢 所以我就说 你本身这个事实已经是美军在台湾 金门炮战有美军死的 你看不 不只是死国民党军队 这个决定就是长津湖战役这套戏里面讲出来的 1950年 叶飞部队在第一次古灵头战役失败之后 就休整在福建 结果毛泽东被史太林夹 要出兵帮金日成 然后抽调了在福建休整的部队 进入去丹东 直接由火车进入去 什么装备都没有 是这样冻死的 床单桌布 用来包着身子 打完复战 这个选择是什么呢 就影响到今天 我告诉你 就是当日因为你要支持金家 整个共产革命 而放弃 如果我是小粉红 我现在就质疑 为什么不是民族统一 什么一点都不能少 黄明志说 如果一点都不能少 为什么不是当日以公台为先 先诛灭这个蒋介石 然后去帮金正日 帮金日成 还要死了十几万人 结果韩战一爆发 志愿军一参战 美国的反应不是第一时间仁川登陆 而是派第七艦队去台湾 这个就决定了今天 这个所谓模糊战略是假的了 接着就是美台防卫条约 到1972年再改 改那一刻就为了遷就建交的时候 基辛格的老狐狸 就是照顾中共的面子 为了联华制苏 当时 但是实际上 美国一直跟台湾都有军事联系 台湾最早的军事联系 是通过美国的麦克阿什将军 的批准下 日本的头号战犯 东条 不是 江川陵次 的遗属会 去派遣自卫队的军官 这些自卫队的军官 就是以白富雄这个中文名的名称 住在台湾 是得到麦克阿什的批准的 其实 如果不是 怎么可能 中日战争里面的战犯 成为国民党的军事顾问 我说过很多次 郝柏川是白团最后训练出来的国防部长 这个是不是日美军事联盟下面的指导日美台湾的军事防卫呢 这个是很清楚的 大家不说而已 好了 现在拜登也说出来 我觉得美国 一早已经放弃了这个 所谓的模糊战略 那个从来都不是美国指导它在对台政策的一个原则 好了 你打电话来吵 你美国中国外交部抗议 我就说 是的 我们确守这个 什么 就是 只做不讲 我说接着很简单的 另外几样东西可以看到 日本会不会快速军事化 日本自卫队会不会日台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美国会不会容许 台湾、日本、澳洲、印度、南韩联合进行军事演习 这些才是最实质的东西 你说这个牵涉到香港的 真是 如果 习近平是准备攻台的话 香港只会走向更黑暗更强硬的 一开战的话你想想 他会预计到香港会进行什么情况 股市大跌 楼市暴跌 所以 导弹会不会打来香港 他在想这些什么 他怎么会让你林郑做特首 如果是这样 所以现在为什么说 吹李家超做特首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一旦 攻打台湾的话 当地缘政治的政局变成这样 一个火药库的情况 香港怎么可能维持到金融、经济、社会秩序呢 随时香港进入戒业状态 这个不是耸人听闻的 其实 怎么可能如果武力攻打台湾 香港不受影响呢 他现在切断的先是台湾对香港的文化 电影这方面的联系 所谓的境外输入的这些所谓的软性对抗 其实就是台湾 世界还有哪个国家会出版中文的书 说 共产党和说香港的 这个是什么 那本这样的八国联军乃正义之诗 作者是温哥华的华人 但是实际上出版社是中时的 《中国时报》 《时报》出版社的 我还要看那些书评 其实都觉得这本书评写得不是太过细致的 史料不是太过窄 成品不是说 但是我利益申报 我是做过成品的 在香港成品的 刚刚成品搬进来香港 在铜锣湾 汽慎开第一间店铺的时候 我在那里做的 那时候整个墙还没建好的时候 我进去打那个墙出来 那时候是邓小华做副店长 他希望台湾想引入 在地化 有些香港的文化活动 就是在成品 透过邓小华联络香港的文学街 去搞戏 但是最后 你现在看到 如果大家有印象 成品刚刚开幕的时候 那时候 其实书的部门 剪了足够一半以上 那些是尊贵 因为香港你赚不到钱 你是靠旁边那些 就是买专柜那些其他货品 那些其他货品 才可以 才可以 才可以打得云 就是 就是你香港人找不到 台湾文青 是啊 所以其实 坦白说 成品入书 很多时候 台湾有的书 香港其实都没有 这些书入到来 都是很参差的 有些是得成品有的 有些翻译的书 但是你都要订 有时候 就算你去到订 你见到台湾有这本书 希望你专门去香港 成品叫他去台湾寄过来 其实他在香港都不做 已经是 有些半房企业状态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成品进来香港的时候 那时欺慎是给他一个 应该是一个很优惠的条件 令到他长住在欺慎 甚至当时做通宵 那时应该是和曾蔭权的 安排的关系 因为曾蔭权 那时是马英九年代 所以就是 台湾的经贸办事 处处香港的 证明的都是曾蔭权的年代 那时是视为一种政绩 但现在全都变杀罪名 恨不得 我不知道是否里面有人 建制派有人 或者是西华有人觉得 如果我搞完一大堆教协 民阵 支联会 我搞成品都是一样的公职 似乎他们想这样想 有些人是 现在你看到的 香港 林郑月娥的取态 就是这么多的事情 她都知道是很大的 但是香港现在去到一个地步 就是她管不了 你问我 刚才我们说的群众举报系统 国安系统 党媒的系统 包括她已经管不了 你问我 真正掌握 不是李家超个人 是李家超后面的政法委 就是刀把子 刀把子在估香港 所以她不断 你看到的 一波一波一波一场 一波停了 又下一个 接着又下一个 你以为港台停了吗 接着又到电检条例 接着电检条例 完了 她有了整个check list 在里面 踢踢踢踢踢踢 今年这个月要做什么 今月要做什么 于是到八角联军的书 接着到成品 接着再到清茶二楼书店 二楼书店 我就是说 为什么是香港一个窗口 不论以前的清文 或者是柱光 再早一些马国明的柱光 然后到清文 然后到乐文 到田园 几十年了 真的 我们这一代八十年代成长的 在香港读书的人 哪一个不是受惠于这些二楼书店的窗口 柱光就是把外国的社科书订回来 马国明 清文就是很多台湾的杂志 当时我们看电影评论 比如影响这类左胶的电影评论杂志 全部都是台湾进来的 我对艺术的认识来自台湾的杂志《红丝美术》 当时跑马地有一家专买这个红丝美术的二楼书店 是这样引用的思想自由 为什么出了这么多这些人才 是吧 电影会 吴宇森怎么出来的 火鸟电影会 当时还有一个人的 许试人就是电影会的成员 电影会就是引界什么 法国 杜鲁福 高达这些电影 主要是高达新旺潮的电影 不是日本卡通片 当然今天大家一听到高达 只会认为这个是日本卡通片高达 再不是就是李永达 然后才到法国导演高达 高达的电影就是很挑战性 是吧 因为法国青年造反了 60年代 花来五月 之后的法国电影就很受这些影响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窗口 当你的窗口都关掉了 大家上去TikTok看李云迪 现在都没有了 什么这些的 什么非经斩的哥哥 好了 全部都是变成党八股 那种压抑的情况你是想象不到的 是压抑到一个地步会大爆发的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说会放回 我反过来看 台海问题越来越紧张 香港会越练越紧 包括港台的文化联系全面撤断 你看到海关关长的说法 和现在党媒这样说法的话 这个所谓远对抗的海外输入就是台湾 全面撤断 即是说将来海关会清查入境的书籍 变一些违反国安法 上去书店搜证 拘捕书店的人 你看到《大公报》怎样说成品 难道下架就没事吗 不用追究 我觉得这个不是成品这么简单的 是整个台湾文化 在中文华文的出版页里面的影响力 要切割 跟台湾切割 你现在知道的 因为很多书香港不出 譬如马俄本书说 2019年的一个记录 关于反送中运动记录 台湾出的 台湾的几个传媒出了几本好的书 关于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香港也是可以卖的 以前很简单 三年都会卖的 这些书 它整色整衰都会放一些在里面 最多就是 你去查的时候 它说有啊 不过卖完了 现在不是的 现在是用海关 用刑事罪行 来清剿的 其实是 所以我说这个倒退啊 那个幅度啊 那你还举报啊 这些你不撇 是吧 拜登这个讲话 我不觉得有什么 新的政策性的改变 我的看法就是 这个模糊战略 其实一早已经放弃了 美国军事顾问住在台湾 这个也是中国共产党清楚知道 是吧 当美国在台协会升格的时候 它怎么会没有军事顾问在里面 没有海军陆战队放在里面 如果它是隶属于国务院 state security的 去负责安全的话 它怎么会没有美国政府的雇员 武官放在里面 是不是这个都不合理了 好了 它现在有两条路简 一条路简就是 叫做 回到这个叫做韩国瑜路线 但我觉得不合理了 因为韩国瑜 被香港打爆了之后 实际上再培育第二个韩国瑜出来 是不是这么容易呢 你现在看看国民党里面的人 看之不似人军的大部分都是 没有这种charisma 一般国民党的人 民进党执政当然 执政党有各种各样问题 这个一定的了 凡是掌权的 但是你再数下去 国民党还有没有人才呢 如果马英九继续出来 拉后脚的话 更快点 因为台湾已经去到 七十年代出生 八十年代出生的那些 怎么可能支持 和大陆统一 他们出生之后 不久已经台湾民主化了 普京都知道 台湾民主化才是统一最大的问题 你要他接受一个独裁的管治 然后像香港那样的一国两制 但是 傻瓜的人才会支持 是吧 最保守最保守的台湾人 都会是维持现状派 就是 你不要搞我 我不要搞你 所以我说下一步 美国的政策 是不是有个根本性改变 我觉得是 蓬佩奥彭斯的组合是什么呢 极限施压 主动向中共施压 现在拜登是后撤一步 设清楚这个框架 所以他就说 我们不会去打一场新冷战 也不希望和中国打这个新冷战 但是我们只是担心中国 意外地触发这个战争 因为中共不清楚我们的底线 我现在就画清楚底线给你看 就是这样 但是你说他会不会主动 是意图去用外交政策 去改变中共的内部政治呢 我觉得就不会了 这个就是他 Antoni Blayken 和这个蓬佩奥 最大的分别了 他就会画清楚 哪些是合作的 哪些是竞争的 哪些是对抗的 台湾问题就没得谈 这个是属于军事对抗的 如果你出兵的 但是这种改变会有什么后果呢 因为蓬佩奥彭斯的方法就是正经挂钩 当拜登将正经脱钩的话 对中共来说就反而好处理 你问我 他最想就是这样 是吧 正经挂钩就是发烂炸 发烂炸就是说 例如李云迪那样 回家死死地气和女朋友道歉 这次坏了 然后继续给家用 但是如果女朋友正经挂钩的话 就是你做过这些事情 我就不会理解你的 即使你每个月 继续给10万元家用我也好 我也不会理解你的 那么我要制裁你 因为你叫鸡这件事 但是李云迪就说我分开处理 行不行 对吧 你只是处理叫鸡这件事 我向你道歉 然后继续 我们家里的家用 继续一人分担一半 那行不行 如果分开处理就是这样 叫鸡这件事 你道歉 其他事情继续合作 那你说这个对谁有利 但这件事我不担心 总而是中共是 将正经挂钩在一起的 当年这个 诺贝尔和平奖班 给刘晓波立刻不买 这个诺威山文鱼 现在澳洲 其实澳洲这个 和澳洲的贸易战 另类的贸易战 其实延续到现在 都是他们自己主动 将正经挂钩在一起的 你想想现在 其实这个星期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无端端国际 对于香港和台湾问题 你看这个特区政府 外交部 駐港特派员工厨 西华出的声明就知道 就算香港新闻报 你看他们出的声明 你就知道外国说了些什么 无论对台湾问题来说 例如欧盟 欧洲议会通过了决议 再自处改名 建立一个再升级的关系 然后对于连区议员 而DQ的问题来说 英、澳、美国都出声 突然间出声 所以 究竟 现在是哪一个 可以 将正经分开处理呢? 最想正经合同处理 你够胆干预我的话 我就要 给你这些颜色看看 可以不像的就是所谓的经济实力 总是觉得你不会有胆这个疫情 复苏的时候 不做我的生意 但是你现在看到民意就这样转向 你看到折黑变天你就知道了 亲中派加上折黑的共产党 全部死了 但是你不要高估了中共在外交的理性 这个拜登所谓担心他出意外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你看回1949年之后 中共的军事冲突的历史 中共的外交其实是为了内政的 我自己的观察 包括和苏联的珍宝岛冲突 和印度的藏蓝冲突 1979年攻打越南 包括1950年参与韩战也是 是内政的伸延 1950年韩战刘少奇一个总结就是 他们成功进行土改、震反、缩反 因为树立一个外敌 你要记住 我们今天才说他反美 其实50年代 美国杜鲁门总统对中共的态度 不是那么恶劣的 当时还在观望 反而他不喜欢这个蔣介石 默克雅瑟就支持蔣介石 杜鲁门是反蔣介石 结果导致协防台湾 其实是中共逼出来的 接着到这个珍宝岛冲突 和1967年香港的沙头角冲突 沙头角冲突是解放军的 其实不是民兵 是广州军区的解放军 进攻沙头角的英国警察 杀死五名警察 是用到重型武器的 当时是用到重型武器的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是因为内政的伸延 毛泽东当他觉得自己的权力 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就需要去树立一个外敌 来去巩固自己的权威 这是共产党战争的想法 不是外不外敌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都是这样想的 很多例子 好地地 往往为什么要打 那些已经归附了的兇奴呢 这个 阳广又要打朝鲜呢 很多 为了转而示范 一定要找外敌来打 这件事是很中国人的传统 因为他最容易去解决政治矛盾 因为他一有战争 就要归边 矛盾拉到最高 一归边的话 他就将他以后